突然一陣天搖地洞 神社石柱劇烈摇晃 现场尖叫声不断 下一秒还有石柱瞬间倒塌 有民众捕捉到强震 在停车场引发惊悚巨大声响 商店里的物品全部掉落 店员与民众吓到互相搀扶 蹲在地上避难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 当地时间一号下午四点十分 发生规模七点六强震 强烈摇晃长达两分钟 地震后路面列出巨大缝隙 还有许多房屋倒塌 这是139年来 能登地区最强地震 也是自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以来 首次发出大海啸警报 包含石川县 新溪县 富山县部分地区 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强震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三十分 新溪县上越市一处监视器拍下 海啸从海岸边往道路逼近 其中一辆汽车正在通过桥梁 下一秒遭到海啸盖过 车灯瞬间熄灭 索性没有被冲走 日本气象厅厅表示 自一号以来 日本已经发生超过150次地震 大多数规模都在三以上 地震后总计石川县 新溪县 至少超过四万户停电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